是一家服務室名稱是CCBOX 它的服務名稱是 消費者優化現有的數位習慣模式 那下一組 第二組是VCOR 可以standby一下 Hello 各位大家早安 各位評伴大家好 我們是CCBOX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個 就是最近比較夯的話題 就是在講這個供養經濟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今天不是要聊Uber 或者是AMBP 這種有型資產的一種共享 我們今天要聊的是一個 無型資產的一個共享 那什麼是無型資產 其實就是我們的一個專業能力 專業能力其實是拿出來共享的 OK 那有沒有人在做這些事情呢 其實是有的 哪些人 兼職的人 兼職的人 我們來看幾個數字 這個是上週兩年前 其實做的一個預測 當時美國這個兼職人口 是這個全職人口的三分之一 但是呢他們做一個預測到2020年的時候呢 這個兼職人口會超越全職人口 OK 那其實這件事情為什麼會這樣發生 其實大部分的原因來自於就是 可能經濟漸漸的比較這麼低迷 然後呢或者是說這個企業他們想要在 減少他們的一些人力的成本 增加他們在人力的這個運用上的一個彈性 這是去年 今年年初的時候 TVBS才做的一個這個專題 它裡面雖然講的是零工經濟 可是基本上是跟這個 上週刊做的這個預測是基本上一樣的吻合 這個數字 好 這個數字代表什麼 這是去年 中國大道地區兼職人口的市場規模 達到將近4400億的人民幣 台灣呢 台灣每四個人裡面就有一個人有第二收入 根據主機處的一個統計 剩下三個人呢 裡面有兩個人有增加第二收入的一個意願 OK 但是這麼大的一塊餅有沒有人想要做 很多人都想做 但是大家要只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做商務社群這一塊 去幫助這些兼職者 第二個就是一個商務協作的一些軟體 我們今天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這兩個東西把它合在一起去做 所以呢 我們今天希望用CBus 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用一個商務人脈一條龍的一個服務 去打造一個亞洲最初的人脈網絡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今天如果說你今天有一個臨時的專案要做的時候 下面這些人 如果是今天公司裡面沒有編制人的時候怎麼辦 通常你會做一件事情 通常我們都會做一件事情 兩件事情好了 我們會去這個人力銀行去找 或者是我們會去這個Google找 可是我們會發生什麼事情 人力銀行的履歷是誰寫的 求職者自己寫的嘛 所以真實度高不高 不一定高 所以通常我們會做一件事情 請他們自己帶作品過來 那為什麼一開始我們不能讓他們把這個作品 就放在網路上面 讓我們繼續瀏覽這樣 第二件事情 Google的時候通常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如果打設計的話 打設計的話你會發生什麼 跑出來全部都設計工 是因為你找不到一個人去跟你做合作 所以你就會發生這兩個人 第一個你找不到人 找不到正確的人 第二個你找不到人 如果你今天幸運一點 你有人脈 去找到這些人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會用E-mail去跟他們做協作嘛 對不對 或者是一些坊間的一些軟體 可是E-mail好用嗎 不一定 兼人兼智喔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正常的一個商務的一個生態圈 下面一定會有客戶 下面一定會有一些廠商 那你今天要用這麼多的方式去跟他們做接觸 他們也要這樣找到你 然後還要用這麼多的一個方式去跟他們做協作 其實你在這個整個平台上面這樣去轉換的成本其實也是非常高的 那我們今天就是想要把這件事情變得簡單 我們希望所有的事情在C-Bus裡面都可以做得到 那我們怎麼做到這件事情呢 首先我們來看 登入C-Bus之後呢 上面你可以去建立自己的過往的一個經歷 重點就是剛剛講的我們還有一個作品 你可以去建立自己的作品 好 這看到的是一個社群 這其實就是我們希望做的一個什麼東西 我們希望做一個Talent Pool 就是你在這個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每一個人在每一個作品裡面的角色是什麼 都會不一樣 OK 再來 這是一個你的一個電子的一個名片夾 你跟誰合作過 裡面都可以 你都可以找得到他們 好 那這個呢 這是我們的一個管理系統 就是一個專案的管理系統 其實仔細看它就是一個優化的email 好 到管理系統裡面之後 你可以跟這些你想要合作的人 可以去做一個這個管理協作的動作 我們來聽一下就是 跟我們一起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看到 跟我們一起開發這個C-Bus的一些專案經歷 同時它的作品又是有保證的 所以覺得很方便 如果在商務上的話 你的C-C-Box它的規劃 在分類方面做的我覺得非常好 透過這個它可以去抓到一個你的重點 然後不需要每一封信都去很仔細的去看 它其實就很像是在看瀏覽FB一樣 看留言討論串一樣 很簡單的去管理它 我們常常要找一些設計師 或者是一些有專才的接案人員來配合 我覺得透過C-C-Bus 可以讓更多人可以更快速的瞭解我 就是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可以讓我有更多的合作機會 或是工作的接產 我自己個人最喜歡的是名片的功能 因為它可以直接依照每個人的專業來分類 那這樣子比如說我想找設計師 或者是我想找工程師 或者是找攝影師 我可以很快的找到 OK 因為今天時間比較不多 所以我們就看到這邊 好 最後講幾個C-Bus的優點 我們希望在不管你是要做一個小案子 緊急的案子或是一個臨時的案子 都有一些適合的人可以去支援你 然後再來是我們希望像我們這種 微型企業或是一些小企業 我們可能今天預算不是很多的時候 都可以去省到我們的公司的支援 那再來 在C-Bus裡面 每一個人都是這個供給跟需求的提供者 然後再來 我們希望去取代一些傳統的一個商務的一些社團 我們希望可以跨越國際 跨越文化 跨越語言 那再來 其實我們是希望創造更多的一些經濟機會 給一些年輕人 現在很多年輕人其實他們必須要用勞力 去換取他們自己的一些報酬 其實這很可惜 去打工 去變成 他們應該用他們現在自有的一些專業能力 正在養成當中也可以 他們可以去增加他們自己的一些工作經驗 最後這是我們團隊希望帶給大家的一些話 那希望大家記住我們的slogan 在C-Bus裡面 No project too big and no talent too small 在C-Bus裡面 不會有太複雜太龐大的一個專案 也不會有被小看的才能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我們謝謝貝里市行銷有限公司 請下一組 V 款